您在从一开始选择口技 坚持到现在 那您怎么练习 河南有一个戏曲栏目 就经常去演出 碰到了一位口技老师 我就跟他学习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去北京录制节目的时候 又碰见了口技态度 牛玉亮老师 牛老师 我非常的有幸 也得到了牛玉亮老师的一些指点 这是我真的有生以来 最最感到幸运的时刻了 其实我学口技也不是那么好学 但是我每到家的时候呢 我儿子都会 妈妈你学得他这么好听 这个时候我就又下定了决心 我觉得我应该去努力地热爱 我自己的个人爱好 我觉得现在我的口技 虽然也许别人觉得很可笑 但是我觉得 我就是让你们开心快乐 我心里也特别开心了 一点都没有觉得可笑 因为我刚看到您在表演的时候 儿子在旁边都是 带着那种特别崇拜的眼神骗不了人 觉得妈妈在舞台上面正在放光 每次妈妈表演的时候 你在台下看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以前我觉得妈妈可能总有亏欠于我什么 但在那一刻我知道 台上的人站着的是我母亲 我仿佛可以感受到那种 四周对我羡慕的目光 那是我妈呀 你们快看 那是我妈呀 就是这种感觉 那这次来到了比赛的现场 在一路过程当中 辛苦吗 辛苦 我们辛苦并快乐 对 没错 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念 就是如果我们要是 霸天梦想基金拿走的话 我就带着儿子去一趟我们的 查卡盐湖 我想给他补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旅行 带儿子出去旅趟行 对 那为什么没有时间陪他呢 其实我儿子一岁半就一直跟他奶奶 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正好我们去演出 其实星期六星期天呢 别人眼里都是爸爸妈妈 在我儿子的眼里可能就是他奶奶了 而且他在幼儿园的时候 他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带我去天安门看一下 כל什么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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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儿子就是我的骄傲 就是我的自豪 我儿子你真棒 看到台上这一幕 我也特别地感动 也希望你们能实现你的梦想 其实我觉得 他们二位的关系 并不仅仅是母子 在我看来 他们其实也是朋友 共同成长 相互成就 所以说在我看来 这种关系 亦是亲人 亦是朋友 所以我希望你们 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坚持自己 砥砺前行 好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 接下来 请赵姐 说出你的挑战宣言 表演口诩 我微妙微笑 比赛现场 我独领风骚 表演口诩